歐布萊雲還有令我比較擔憂一點 就是他之前也曾經講過很多荒謬的言論 包括像是什麼AK-47 要發槍給台灣民眾 那是那個 瓦米那個印度裔的人 那個傢伙也可能會入閣 這才可怕 所以他們這一派的人 就是什麼AK-47啊 什麼似真飛彈要放到派出所啊 這些類似的言論都是這些人啊 他現在來當國安顧問 那台灣我們應該擔心嗎 所以小麗雲老師說台灣會噩夢嗎 我會說不要那麼悲觀 我說烏雲 現在烏雲照頂 但是烏雲照頂呢 你有沒有辦法去透過 怎麼樣的溝通管道 去把這個烏雲稍微撥開一點 要完全撥開大概很難 因為對川普來說 台灣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怎麼樣讓信號傳遞 告訴川普的團隊說 對 我們很小 我們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我們有一些條件 也許可以符合美國利益 當然也許有朋友說 這樣很卑微 那就要看啊 為什麼我會說要這樣的策略 那是因為我們的政府 已經選擇大方向是要貼著川普啊 是要貼著美國的啊 今天如果整個政府的大方向 不是要貼著美國 今天就不會有這個烏雲了 今天就不會受到美國 好像美國挺台灣就晴空萬里 美國有點不挺台灣就烏雲 因為我們自己把那個 跟中國大陸的那個溝通管道 把它切斷 而且不願意溝通 或者不願意思考 怎麼做妥協來溝通 所以當然你貼往一邊 烏雲就在頭上 你如果離開那個烏雲 你敢不敢離開那個烏雲 走到美中的中間 那就看政治人物有沒有智慧啊 所以也不得不說 對 剛剛翁皮爾提到的 小麗媛老師 他其實也對台灣 就是對川普當選之後的 局勢是有一些憂心的 那同時今天早上 我剛好跟馬文君委員稍微聊一下 他就貼了很多新聞給我 就開始像路透社就開始引述說 明年川普就職的時候 台灣就要大規模的增加軍費 這件事情是避免不了的嗎 沒辦法避免 我們就說我們現在開始 在川普的執政之下 我們都用最簡單粗暴 有效的方式來跟台灣的民眾 來做分析 因為我覺得講得太婉轉了 大家聽不懂 然後呢 政府可能也不理解 我覺得因為我坦白說 我跟共和黨的關係還不錯 就是很多好朋友啦 真的這樣說吧 所以我直接接受到的訊息 就是告訴我們說 該做的就是要做 但是他們認為該做的 坦白說我覺得台灣是吃不消的 光是我聽到 他們認為台灣要做的 台灣根本吃不下去 在可以透露的範圍之內 可以幫我們舉例嗎 當兵啊 當兵一年不夠的啊 軍備預算 他說5% 這位先生說5% 基本上你聽到 共和黨的所有的朋友都說 沒有3%以上是不可能的 我們現在才2.45% 政府要不要告訴民眾說 我們現在 在面對這樣的情況 其實政府應該 現在的執政黨政府 既然要走這個親美路線 那現在是這個時候啊 就勇敢的跟朋友們講說 因為川普總統上台了 所以我們大家要正視這個 必須要提升到3%的問題 那我們的國防預算會增加很多 但是我們的其他預算 一定會被壓縮嘛 這是事實 就是不用遮遮掩掩的說 不會不會不會 台美關係很好 對啊台美關係很好 我說啦 美國隊長一樣保護台灣 但是收費變高了 你要把這事實講給大家 那像我們提高軍費也不是 這也許 我覺得台灣民眾也不見得100%反對 可是那你要賣我們好東西啊 你不能賣了一些爛東西 這樣我們一直 好這是好問題 賣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川普會不會賣給我們 譬如說F35等等的 川普要賣給我們什麼東西 完全取決於川普覺得 要跟北京談出什麼樣的deal 我會說川普接下來在半年一年之內 一定會跟習近平見面 川普一定會提出一個grade deal 就是一個大交易 這個大交易這個proposal會提出來 習近平要不要接受 川普會看習近平或者是北京的反應 來決定要賣台灣什麼 所以不是美台關係 是美中關係中的台灣議程 台灣議題 從來都不是 其實台灣從來都不是主議題 台灣從來都是美中關係當中的子議題 我們要誠實啦 要誠實的面對這種現實的困境 然後再加上是 既然我們決定要選擇站在美國這邊 我要再次強調 這是台灣人民選擇賴清德總統 就已經選擇了台美關係上 美中台關係上 我們要緊貼美國 那緊貼美國的結果就是 美國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一定要承受的 我們剛剛前面講了說軍費 那看起來應該是就是增加 增加到什麼程度 那我們可以換到什麼樣的 比如說買到好的武器嗎 或什麼的 那另外一個議題就是台積電 晶片產業 川普一直拿這個來訴求他的選民 那選後真的比如說會把我們整個產業鏈 更進一步的整條搬走嗎 還是怎麼樣 會啊 天啊你今天帶來好多壞消息喔 我們就說烏雲在前面 你要我們要講事實 讓政府讓所有的人都知道 真人物 老實說我也覺得 連現在的政府 到底有沒有搞清楚國際關係 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部會首長 也都不是自己的專業嘛 反正也是忠誠 出張嘴隨便講是不是 你看所有的部會 哪有什麼專業 沒有什麼專業可言 那我們當然作為知識分子 要把事實講出來 也許會被罵 但是實話還是要說啊 你遇到的挑戰 就是因為知識分子 所以你要講實話 遇到挑戰 川普就是擺明了 就是告訴你說 晶片產業鏈我要 那你要不要配合 所以他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就說你偷螺的晶片嘛 所以他會希望更多的配合 包括了先進製程 川普的政府 他不會說什麼 允許你說 還在對外 在對台灣的朋友講說 先進的會在台灣 在川普的執政之下 不可能的 你要這樣講 他就不爽啊 他就說我也要先進的啊 那而且可能不只是台積電 還有其他的下游啦 或者是其他的產業 甚至台灣的上市上跪的 這種晶片產業鏈的 其他的公司 可能都要開始思考 怎麼樣佈局 佈局讓美國 跟美國這邊有什麼樣的連結 因為川普喜歡講關稅嘛 讓他不爽 他就用關稅 他就是這一招 那用關稅 其實對於台灣的 所謂的低階的晶片 其實是會很大打擊的 他現在當然抗中 就是對中國來的 所謂的低階晶片 可能64奈米啊 這種低階晶片 現在中國可以製造很多 他本來成本就低 那用美國加的關稅 可能可以抑制一些 可是如果台灣不配合的話 沒有人保證 川普不會對台灣的 低階晶片加關稅 沒有人保證 川普不會要求台灣的 所謂的低階晶片製造 也要某種程度在美國 或者是要在他想要的盟國 就說他會有很多的 美國會有很多的工具 來達成川普的要求 我就說了 因為我們自己自願做小弟嘛 那你自願做小弟 大哥就會覺得 我要你小弟做事是正常的啊 我還是說 國際政治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你去解讀 其實沒有那麼難 大家用最簡單的邏輯 然後你再去推敲 你就會發現 政治人物講話看起來很難懂 政策看起來很難懂 但是背後的邏輯搞清楚了 你就知道整個大方向 川普的大方向就是 他一定要在這接下來四年 在經濟上面獲利 不然他所謂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 川普的偉大就是賺錢 川普的偉大不會是打仗 不是價值 對 不是價值是價格 而且川普絕不打仗 所以 好啦 今天的那麼多的負面消息 有一個好消息就是呢 川普這四年 保台灣四年不會打仗